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以及电视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发展,电视机已经逐渐走进千家万户,成为人们获取信息,以及娱乐的主要媒介。 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,父母忙于生计,孩子缺少兄弟姐妹,没有玩伴,于是电视便理所当然,成为了孩子们的伙伴。 电视一方面满足了孩子们感官刺激需要,开阔了事业,增长了知识。 另一方面,看电视过多则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,其中包括身体、心理、学习、社会加强的方面,身体方面。 第一,视力下降,在看电视时,眼球很多时候是一动不动的,处于静止状态。 这种情况,对于儿童的视力发展是相当不利的。 学林前的儿童,正是眼睛形成固定折射的时期,眼球的前后静短,因造体尚未发育成熟,结状肌肯交难。 长时间看电视,减少了练习眼球运动的机会,导致视力下降。 第二,导致肥胖,再者,看电视是处于一种消极星系的亚状态。 它远离参加户外活动所消耗的能量少,儿童长时间坐在电视机前,缺少户外活动,能量消耗减少。 再加上,电视广播常常能够促进食欲,儿童在看电视时,往往会吃很多零食,造成热量获胜,导致肥胖。 第三,影响大脑发育,更严重的是,电视以高密度的视频和音频输出传播信息,同时配合以强烈变化的光线,能够使人的大脑产生极度的兴奋。 而儿童的神经系统是相当脆弱的,对外来刺激的承受力差。 特别是,一旦受到强光刺激和高频度的生肖刺激,大脑皮质就会产生强烈兴奋。 兴奋扩散以后,就会引起运动性兴奋,表现为某一肢体甚至全身性的臭动,引发脑功能失调。 同时,电视产生的微波辐射,常常可能导致头痛、头晕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技能失调。 第四,影响健康。 另外,有的孩子习惯于边吃饭边看电视,这种行为容易使儿童肠胃的消化功能降低,导致身体健康状况下降。 同时长期坐在电视机前,可能使儿童的骨骼发育变形,是脊椎、胸脱发育异常。 电视产生的应急线、放射线等能够穿过甚至渗透人机组织,容易引发瓶血和白血病。 心理方面,第一,注意力难集中。 电视往往是以大量短暂的片段、快速的动作、镜头的切换、剑墙与剑银等来呈现信息。 这种快速连续的进度与速度,破坏了儿童集中注意的能力,它们被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之中。 来不及加工或思考所获得的信息,更无法进行整合。 看电视时间长了,儿童的注意能力下降,思维难以集中,在心理上变得懒惰,缺乏耐心和意志力。 第二,思考能力受限制。 同时,电视亦清晰、直观、生动、形象的声明和图像呈现信息。 这种特点容易使儿童只看到结果,忽略问题的产生。 放弃思考和追问事物的本质,使得它们习惯于看而不愿去想。 感性取代了力性,造成它们思考能力的下降。 同时,生动形象的画面不如文字可以为儿童提供重犯的想象空间,也不如游戏可以为它们提供探索的机会,导致它们思考能力受到限制。 第三,想象力缺乏。 面对绝观的,生动的电视画面,儿童不需要做出反应,只是忙于接受,缺少直接的,主动的体验和感受,久而久之,急于使儿童消极麻木的接受信息。 减弱它们自我努力的程度,养生被动接受的习惯,来于探索和发现,缺乏主动积极的思考,进而导致生活中缺乏主动性。 第四,主动性降低,美国学者有研究发现,长时间看电视以后,人的脑波主要呈现为L-F波,我们知道,L-F波是对人们眼球运动尺缓,注意力分散,疲劳的时候产生的。 长时间看电视,电视产生的光压力和声响,刺激使人的大脑无法附和,于是他们关闭自己的系统以自我保护,而这种关闭, 其实是对大脑神经活动的意志,最终导致头脑疲劳,而从事有很多能量需要释放的。 这种长期的意志,使他们过多的能量,无法得到释放,从而导致在生活和学习上自制立场,以及心理不安稳的现象,如胡闹,机器坏等。 学习方面,第一,印发阅读障碍,看电视试图形阅读,属于整体认知,眼球定格视频后就几乎不运动了,只是画面切换而已。 而在文字阅读时,眼睛是逐字逐形的匀速扫描,眼球周围的六条肌肉四条直击,两条斜径碰同协作才能完成,从左到右推进,从上到下换行,眼球处于不断的运动中。 长期看电视会导致眼球周围六条肌肉协调运动能必下降,进而在阅读时出现阅读障碍,或破词破句,或重复字词,或签字,或吞字,或跳行,或串行。 第二,影响致力,同时,看电视时,突消刺激占读导地位,容易导致右脑处理视觉信息,轻患而阻挪语言和出向思维相对一致。 看电视过多,使得又脑疲惫,而阻挪的功能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的语言思维训练的机会而变得迟钝,这将影响儿童语言和逻辑抽象思维的发展,进而在学业上出现问题,导致学习成绩下降,社会化方面,第一,影响亲色关系。 儿童看电视过多,与父母交流沟通的时间必然减少,而且许多家庭都拥有好几台电视机。 父母和孩子各自看不同的电视节目,造成了一种心愿的隔离,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的淡化,切入了亲色关系。 同时,电视给儿童提供各种知识,使他们过早获得了许多暂时不该获得的知识,孩子过断早熟,使父母的权威形象受到极大的冲击,导致家庭矛盾,切入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,使得家庭观念淡漠。 现在社会出现的单身贵族,以及丁克家庭线下,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 第二,导致社会交往和性格问题,而同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,是学习社会交往规则,这是在与同伴的交往中逐渐学习的,看电视过多,自然就会减少。 与同伴的交往,社会交往的学习与训练也就减少了,当孩子的交往经验减少之后,会害怕交往,结果越来越依靠电视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,更依赖于电视交流。 因为在看电视时,他是暴宗的,满足的,充实的,没有危机感的,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,能掌握自己,而离开电视以后,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会不知所措,别的感想,鼓气,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。 第三,使儿童形成错误的道德和行为观念,要在早期,儿童主要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,看电视过多, 儿童会自然而然的去模仿电视中的一些行为,其中难免包括一些错误到道的观念和行为,比如,一些娱乐节目常常喜欢去窥探明星的私生活,儿童见怪不怪以后,有可能做出不尊重别人隐私的行为。 例如,电视中常常充斥着一些暴力镜头,这些镜头以不对儿童的行为,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。 再如,一些偶像剧,极力营造浪漫情节,够了奢侈生活,容易诱导儿童参图享乐,坐享其成,养成不愿努力的行为习惯。 面对这些问题,我们应该怎么办?下面有几条建议,您不妨试试,告知孩子电视手机,pid的电子产品,过多月读带来的危害,抓住某自己眼睛,自揉眼睛,认数字出错,眼神失灵,喊了好几遍没有答应等机会。 告知这就是看电视的危害,规定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长短,孩子看电视的时间一般每天不要超过一节课,幼儿园小班15到20分钟,中班25分钟,大班半小时,小学次10分钟。 同时收看的内容,要符合他们年龄特点,由于他们身心健康,约定关机方式,跟孩子约定好,到了关机时间就需要关机。 如果自己关机,明天可以继续看,如果由别人来关机,取消明天看电视的机会,如果非要延长,超过10分钟,第二天就不能看电视。 以此类推,与孩子一起观看,跟孩子一起收看电视,不仅可以控制孩子的舒适习惯,增加亲子之间的交流,也可以使家长通过孩子对电视节目的评价,来了解孩子的思想动向。 以正确地引导其健康成长,父母做出榜样,要是孩子养成良好的看电视的习惯,首先父母自己要做出良好的榜样。 少看电视,少玩手机,多参加户外活动,多读书读报,发下多种兴趣,丰富儿童生活经验,让儿童参与到游戏,讲故事,谈话,阅读,体育锻炼等室内外的活动中,鼓励他们和同伴多多交往,培养他们的多种兴趣, 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,这样他们自然而然,就会减少看电视的时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